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是无穷的 庄子在列预寇当中说 对了解一个人有九个方面的阐述 所以我们很多人上当了 受骗了 被人家欺骗了 就是不会看人嘛 你看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当中早就讲了 看人 庄子说过有九种方法 你们想不想听啊 第一 远使之而观其中 就是远离一个人来观察他是否忠诚 你在他边上 他可能很忠诚 但是你离开他远了 你就看得出他这个人对你忠诚不忠诚 智慧吧 第二 禁使之而观其境 什么意思呢 你与对方进行近距离的接触 你可以观察他是否还能保持对你应有的尊敬 因为人跟人只要近距离一接触 很快他不一定对你尊敬 这个人就是不知道轻重的人 第三 凡使之而观其能 什么意思 就是你将很多繁杂的事情交托于对方 而观其能就是你看看他能不能把很多烦恼的事情都能够解决自如 这个人就有本事 如果解决不了这个人说明没有能力 第四 竹然问焉而观其之 竹然就是突然去就某一个问题去问他发问 观察他思想的意识 当一个人做好思想准备回答问题不稀奇 当突然问他问题 他回答的问题代表了他的智慧和智商 所以你看我们的古人厉害不厉害 第五 己与之其而观其性 什么意思啊 你与对方约定的某一件事情 之期就是你跟他约好的事情 你看他能否遵守洛言 如果这个人对你不遵守洛言 这个人不可交也 第六 伪之以财而观其人 你给他钱 让他管理钱财 你就看得出这个人是不是仁义的人 因为很多人看见钱就忘记了仁义 所以你将钱财托托于他管理和使用 你可以看到他对钱财的态度和运用 你可以看到他对你对事物的仁义道德 第七 告之以为而观其结 就是当对方置于危急的禁地区 去时候 告之以为 就是你告诉你 我让你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揭槽 也就是说 很多人到危险的地方 先自己逃走 让别人去受苦 让别人去承担危险 他自己逃走了 所以一到危险的时候 看出来这个人是真英雄 还是假狗雄 第八 罪之以酒而观其策 就是说 你让他 比方说这个人喝醉了之后 你看他的仪表 考察他是否善于克制自己的欲望 你看酒后很多人做坏事 酒后就做错很多的事情 那么这些人 你看他喝醉了 就能知道他心里 他对礼仪 人质性的这种态度 第九 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就是观察对方 在不同的群体 啥就是不同的群体当中 和不同的场合当中 他到底对别人 待人接物 有没有不一样 他看见这个人了 你好 你好 看见那个 那这种人呢 就是不是太人意 理智性的人 那么前后一套 所以不同场合 可以说出不同的话语出来 对不同的人 那么他会做出不同的方法来对待你 这种人呢 你要值得警惕 你看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庄子的智慧 好不好 厉害不厉害 所以台长跟你们讲过了 你们在很多的场合 有人多的地方吃饭 你们千万不要随便接电话 你们随便接电话 你们就马上显示出你们的水平了 你比方说你跟一个领导 坐在一起吃饭 比方说电话来了 你拿起电话来 如果这个人比这个领导小的 你肯定是 好了好了 可以了可以了 知道 大怪就打了 我这个人要吃饭 一管 领导 你看这个领导一看你 你这个人啊 小人呢 对下面这个样子 对我这个样子 肯定也是假的 如果你接起电话 对不对啊 如果这个人比你的领导大 你看 你好 哎呀 是 好好 你看这领导看了 你这人不就是看谁位子高 拍谁吗 你又 有问题了 所以如果人多的时候接电话 最好说 对不起 我出去接个电话 不打扰别人 那是智慧啊 所以 我们 有以上的九种方法观察人 可以发现 谁是不屑之人 谁是贤德之人 谁是贤德之人 这样子 有最后还会打扰你 来自贤的 谁是贤德之人 对我自己会带走 便利